注意注意 我的军师已上线 兄弟们 你们看到这个标题 是不是有疑惑啊 男生有恋爱脑吗 你们是不是觉得恋爱脑这个东西 大部分只和女生有关系啊 我告诉你啊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 男生也会有恋爱脑的 而且男生的恋爱脑一上头 就会比女生更加狠 所以今天这一视频呢 我们就来说一说 恋爱脑的男生都有哪些特点 以及男生要怎么摆脱 恋爱脑啊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恋爱脑的男生都有哪些特点 第一 不敢谈恋爱 一谈恋爱就受伤 每一次都觉得自己遇到了渣女啊 总是深情被辜负 第二 谈了恋爱呢 就没有自我了 除了必要的生活工作时间之外 其余时间都恨不得呀 时时刻刻跟对方连在一起 贡献自己所有的私人时间 而且呢 也要求对方贡献所有的私人时间 对方一旦有了私人时间 自己呢就会胡思乱想 觉得他不爱我了 第三 看不到自己的优势 经常幻想自己呢 被抛弃的悲伤场景 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 无理由的退让 只要是对方说了 就会尝试去做 即使内心啊 不愿意也不会拒绝 总之呢 就是不断把自己的边界 拿来做退让 那以上这三点呢 就是恋爱脑男生的主要特点了 兄弟们可以看看自己啊 有没有中枪 那如果说你也是一个恋爱的男生 那么要怎么去摆脱呢 接下来啊 一直来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相信我你真的没有那么差 不然的话 对方也不可能会看上你跟你谈恋爱啊 所以你肯定是有优点的 那么呢 你要认清自己的优势 并且要降低自己的危机意识 有危机意识是好事啊 但是对方他不可能一言不合就跟你分手的 在感情里过分的危机感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作恐下 就会让你的脑子里面呢 只存在一个词 你配不上 你一直这样想 你就会无限自卑下去 所以啊 别跟自己演苦情戏了 多去看看自己身上迷人的优点吧 那其次呢 要分散经历 为什么你会成为恋爱脑呢 其实就是因为你在感情里啊 太投入了 把自己所有的经历呢 都铺在恋爱这件事情上了 以恋爱为中心 而且恋爱脑的人呢 会觉得啊 我把自己的所有经历都给了对方 这说明什么 我很爱他 但其实这样呢 对方非但不会感到甜蜜 还会感到压力 所以你要明白 恋爱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你要把自己的注意力 从恋爱中分一点出来 比如说啊 经历分出来给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实在不行 你去打游戏也行啊 这样呢 既能充实自己 照顾到家人的感受 也可以增加个人的信力 何乐而不为呢 那最后呢 就是要扩大教育圈了 有很多案例可以说明啊 社交圈子小 是恋爱脑的根源 因为你身边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你才会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对方身上 那么现在呢 你要多出去社交 当你的朋友多了以后 你的社交圈就大了 那你的事情自然而然就多了起来 当你的事情多起来了之后 你的恋爱脑呢 自然就会消失掉了 那现在总的来说呢 恋爱脑并不可怕 也必然呢会被治愈 但前提是 你要证实它并承认它 在不断犯错的过程中 有意识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引导自己一点点的健康起来 好了 今天就落到这了 下期见